大家好,我是鸭鸭老师。 大家知道吗? 在汉语里有一种词是一词多义。 就是一个词有很多种意思。 大家可能还经常用到的。 你们想知道有哪些词吗? 今天鸭鸭老师就给大家介绍两个常用的。 第一个词是给。 给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to give, 比如服务员请给我一杯咖啡, 或者老师给了我一本书。 第二个意思是为别人做什么事, 也就是or。 它的结构是a给b word something, 比如, 昨天我的男朋友给我做了一顿晚饭。 或者, 明天我的朋友过生日, 我要给他买一份生日礼物。 除了给, 鸭鸭老师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词。 叫。 这个词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to call, 比如我叫鸭鸭, 你叫什么名字。 第二个意思是to show, 比如妈妈告诉孩子不要在图书馆打叫。 第三个意思是to ask和让差不多。 比如, 妈妈叫孩子不要在图书馆打叫。 好了, 大家觉得这样的词有意思吗? 如果你们也知道这样的词,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下次用到的词可能就是你给我的。 那我们下次再见。